每每都以屋主需求审慎考量的王思文 汪中定两位设计师 这次将为深爱孩子的屋主黄小姐 规划一个既能让孩子们安全开心的玩乐 同时又可以满足亲子间情感交流的地方 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空间呢 秘诀即将大公开 除了这个餐桌跟下面这个餐厅的区域 还有另外一个应该说也很喜欢带的地方 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在我右手边的儿童游戏室 看到它很特别的地方吗 玻璃门 是是是 煮饭就难免会有油烟产生 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么美的家 我不希望把它弄得黄黄油油腻腻的 所以我一直跟设计师强调说 我要能够有开放的空间 开放的视野 但是我要阻隔我的油烟 了解 所以这轨道是走在我们的餐桌灯旁边 可以让你的厨房独立出来 是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轨道延伸到我们的小孩游戏房 另外一区 没错 因为有时候会找个三五好友啊 来家喝个下午茶 那大家会把小朋友都放在儿童游戏室里面 然后玩啊吵闹什么的 我其实隔间起来大家都觉得 其实声音还蛮小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孩在里面的一举一动 都可以蛮放心的 可以安心的喝个下午茶 也可以很安心的看小朋友在旁边玩 我觉得这个空间隔独立出来 好像也有安全的一些考量 没错 因为它其实在里面 我们可以做好一个 比如说像文君他在煮饭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到一个看顾的工作 很明显看到小孩子在旁边玩 对 没错 反过来说 小孩子也不会因为 妈妈正在炒菜接进厨房 因为玻璃被你拉出来了 就不危险了 哦 独立起来看 各自的空间都存在着 但是另外一部分 你从客厅那个方向 玄关走进来 感觉更开阔 王哥 这么大片玻璃用在儿童房 虽然很穿透 可好可以不能就近照顾 可是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啊 这是绝对我们考量的 因为小朋友他在游戏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玩具丢来丢去 那一定会伤到这个玻璃 那就算他碰到破掉了 我们 我大家用的是那个安全玻璃 他破掉绝对不会伤到小朋友的 不会有尖锐的部分 没错 而且要完全拉起来 对就可以完全阻隔 非常的穿透 并且也阻隔了油烟 也让父母就近可以看到小朋友 然后也让光线顺利进入这个世界 是哦